肩关节 针对肩部疼痛的患者进行任何治疗之前 应在评估过程中确实且整体地了解患者的症候与症状 借由对症状的了解与判断的过程 可以确定治疗技术是否恰当 也可以评估治疗的成功率 肩部疼痛可能是由于肩关节内阴性疾病所引起 或是因为肩关节周边组织之病理变化所引起 也可能是起因于颈椎、胸腔或内部脏器之问题 病理学通常与活动强度有关 而年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肩部结构非常难以评估 因为它包含许多构造 而大部分构造都紧集现于一小块区域内 又因为肩关节可以做出许多动作 很多伤害可能会发生于肩关节的内部或外部 例如由颈椎问题而转到肩部的转移疼痛 以及若同时有一处以上的伤害部位时 这些都会增加判断问题主因的困难度 而使得诊断更加不易 颈部的评估通常需要先评估颈椎 以排除因颈椎问题转移到颈部的症状 所以检查者在做任何颈部评估时 也要做颈椎检查及其筛查检查 应用解剖学 鱼弓关节是一个多轴的储臼型滑液关节 只要仰赖肌肉韧带 而非骨头来支持关节 以提供其稳定性及密合度 因此在肩关节的评估中 评估肌肉韧带与关节囊扮演着重要角色 肩关节关节鱼唇 是个由纤维软骨构成的环状构造 它包围在肩胛骨之关节鱼枪四周 并加深关节鱼枪约50%的深度 在任何时候 均有一部分的肛骨头会与关节鱼接触 鱼弓关节有三个轴 及三个方向的动作自由度 其休息位置为外展55度 其水平内收30度 而此关节的最紧位置 则是完全外展及外转 一般而言 在放松时 肛骨会位于关节鱼的中央 但当旋转肌绣收缩时 肛骨就会被向前 后 上 下 或是以上动作的组合方向移动 虽然此动作很小 但如果这个动作没有发生 肩关节就无法做出完全的动作 在肩关节休息位置下 关节鱼呈现上轻5度 及后轻7度 稍微内旋 肛骨镜及肛骨干之间的夹角 约为130度 且肛骨头相对于两侧 外上刻的连线 约成30到40度之后轻 旋转肌群在肩关节的动作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们在肛骨上的位置 可藉由将手放在患者肩膀上 以大拇指朝向前方 照住肩膀来模拟出 此时 肛二头肌的肌腱 恰从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穿过 并位于食指前端 旋转肌绣控制肛骨头 在关节鱼的骨运动与关节运动 在抬手的过程中 旋转肌群与肛二头肌 共同将肛骨头下压 鱼肛关节的主要韧带 包括上、中与下鱼肛韧带 这三条韧带对于稳定肩关节 有很大作用 上鱼肛韧带 主要限制肩内收拾的向下位移 它也限制肩外展45度的 向前位移与外转 中鱼肛韧带限制肩外展 45到90度时的外转 有30%的人口 没有中鱼肛韧带 下鱼肛韧带是三条韧带中 最重要的一条 它有前后两肃 以及居中的腋下带 作用如同吊床或吊带 它提供肩关节 外展90度以上时的 肛骨头支撑 在前肃与肩外转时变紧 以及后肃与肩内转时 变紧的情况下 限制肛骨头向下的位移 头支动作出现的肩过度外转 会导致前侧韧带 与关节囊前面部分的牵拉 增加了鱼肛关节的松弛度 汇空韧带主要限制肛骨头 向下位移 以及协助限制肩外展 60度以下的外转动作 此韧带位于 港上基基建的前届 与肩甲下肌的上届 所行持的旋转肌肩隔区 故将这两条基建 在此予与连接 表中成立了在不同肩外展角度下 限制各个方向动作的结构 绘图肩峰韧带 跨越股骨头 其上形成一个关节肛 有助于阻挡股骨头向上位移 横股韧带 则如同屋顶般 跨越股二头肌钩 以维持股二头肌的长头在钩内 鱼股关节的关节囊受限模式 为外转受限最大 外展和内转次之 臂神经从的后所分支 即肩甲向神经 夜神经与胸外侧神经 支配此关节 限制不同手臂 外展角度的构造 外展角度 零度 外转 上鱼股韧带 前侧关节囊 正中位置 绘图肱骨韧带 上鱼股韧带 关节囊 前与后 港上机 内转 后侧关节囊 零到四十五度 注意在肩甲平面的 三十到四十五度外展 为休息位置 外转 绘图肱骨韧带 上鱼股韧带 前侧关节囊 正中位置 中鱼股韧带 后侧关节囊 肩甲下机 港下机 小圆机 内转 后侧关节囊 四十五到六十度 外转 中鱼股韧带 汇突肱骨韧带 下鱼股韧带 前骨 前侧关节囊 正中位置 中鱼股韧带 下鱼股韧带 尤其是前骨 肩甲下机 港下机 小圆机 内转 下鱼股韧带 后骨 后侧关节囊 六十到九十度 外转 下鱼股韧带 前骨 前侧关节囊 正中位置 中鱼股韧带 尤其是后骨 下鱼股韧带 内转 下鱼股韧带 后骨 后侧关节囊 九十到一百二十度 外转 下鱼股韧带 前骨 前侧关节囊 正中位置 下鱼股韧带 内转 下鱼股韧带 后骨 后侧关节囊 一百二到一百八十度 外转 下鱼股韧带 前骨 前侧关节囊 正中位置 下鱼股韧带 内转 下鱼股韧带 后骨 后侧关节囊 肩峰 锁骨关节 是一个平面 滑液关节 它增加了 弓骨在关节 云内的关节活动度 组成子关节的骨头 包括肩胛骨的 肩峰 及锁骨的外侧端 此关节拥有三个自由度 围绕在关节周围的是 纤维关节囊 在肩峰锁骨关节中 可能存在关节盘 这个关节盘 很少会分离 肩峰 及锁骨的关节面 此关节是仰赖韧带 主要是肩峰锁骨韧带 及会突锁骨韧带 来维持其强度 由于肩峰锁骨韧带 也包围此关节 所以当此关节受到压力时 通常肩峰锁骨韧带 会最先受伤 主要支撑肩峰锁骨关节的是 会突锁骨韧带 它拥有两个部分 圆锥韧带 与菱形韧带 当阶梯机型发生时 标识子韧带已经断裂 此关节的休息位置 为正常站姿时 手臂在垂放于两侧 肩峰锁骨关节的最紧位置 为手臂外展90度 肩峰锁骨关节的 关节囊受限模式为 活动到底时出现疼痛 尤其是水平内收 即完全抬高 左关节由肩甲上神经 及胸外神经的分支支配 肩峰锁骨关节休息位置 手臂垂于两侧 关节最紧位置 外展90度 关节囊受限模式 活动到底时会疼痛 尤其是水平内收 及手臂完全抬高 胸锁关节 以及肩峰锁骨关节 使得肱骨在关节余内的活动度 能够达到完整的 外展180度 这是一个安壮的滑叶关节 拥有三个自由度 由锁骨的内侧端 胸骨饼与第一根肋骨的软骨组成 胸锁关节是将周边肢体关节 联合至中轴关节的关节 有一个小关节盘位于 胸锁关节之两个关节面之间 其关节囊的前侧比后侧还厚 关节盘将锁骨与胸骨的关节面分隔 它的腹轴位置提供强大的力量 因而防止锁骨的向内位移 与肩峰锁骨关节相同 胸锁关节的支撑力量 主要来自韧带 胸锁关节的韧带 包括提供前后方向支撑的 前后胸锁韧带 锁骨肩韧带 以及从锁骨连接到第一根 肋骨与其软骨之肋骨锁骨韧带 这是主要维持胸锁关节完整性的韧带 胸锁关节与肩锁骨关节允许的动作 为上抬、下抬、向前滑出、向后收起及旋转 胸锁关节的最紧位置为锁骨的最大旋转 发生于上臂完全抬举时 其休息位置与关节囊受限模式 与肩锁骨关节相同 胸锁关节由前锁骨上神经的分支 通往锁骨下肌的神经支配 大血管与气管紧贴于胸骨与胸锁关节的后方 胸锁关节 休息位置手垂于两侧 关节最紧位置完全抬举及向前滑出 关节囊受限模式 活动到底是会疼痛 尤其是水平内收及手臂完全抬高 虽然肩胛胸口关节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关节 但是也属于肩关节的一部分 由于稳定的肩胛骨能够使得肩关节的其他部分正确的运作 所以做任何评估都应列入考量 有部分教科书正此结构为肩胛肋骨关节 这个关节包括肩胛体及覆盖在后胸臂的肌肉 作用在肩胛骨的肌肉协助控制其运动 肩胛骨内侧圆并未与脊椎之极突平行 而是肩胛底部大约有三度的外偏 而肩胛骨相对于始状面则前倾20到30度 因为肩胛胸口关节不是一个真正的关节 所以没有关节囊受限模式或最紧的位置 此关节的休息位置与肩峰锁骨关节相同 肩胛骨位置在由胸椎第二极突延伸到胸椎第七节或第九节之极突处 是肩胛骨之大小而定 由于肩胛骨为旋转机强壮的机体 控制肩胛骨的动作必须强健且平衡 因为肩胛胸口关节可将躯干与下肢的力量传递至手臂 病时 除了第一章病时问诊中所列出需要问的问题外 检查者也应该从患者身上获取以下信息 常见的有患者主速的疼痛 特别是动作时受限的动作或肩关节不稳定 1.患者现年几岁 很多肩关节的问题常与年龄相关 例如旋转机退化耗发于40到60岁的患者之间 旋转机腱撕裂则可能发生在任何年纪 退化与无力造成的原发性胛脊 常见于35岁以上的患者 然而其因于控制肩甲骨或胸骨的稳定肌肉无力导致的不稳定 其造成的刺发性甲脊 则多见于近20岁到20多岁的年轻人 尤其是从事大量抬高手臂的运动员 如游泳或棒球投手 盖制沉淀则常发生在20到40岁之间 软骨瘤常见于30岁以上的患者 非外伤导致的冰冻间常见于45到50岁之间的患者 外伤导致的冰冻间可能发生于任何年纪 当常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二 患者是否以保护性的姿势支撑上肢 或是不敢移动它 这个动作可能意味着肩部 某个关节有不稳定或急性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 有些肩关节松弛患者会将自己的肩关节半脱位 然后问如何我这样做会发生什么 实际上这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因病理性因素所造成的 这是一个自发性不稳定的现象 患者可用肌肉将自己的肩骨半脱位 在关节鱼外 使得肩鱼唇与周边惰性组织受压 若曾受过伤 则确切地受伤机制为何 患者是否以一手张开的姿势跌倒 简称FOSH伤害 这可能造成鱼弓关节骨折或脱臼 患者是否曾跌倒 肩头受到撞击 或者跌倒时已肘步着地 使肩骨向上撞击肩锋 这个现象显示可能有肩锋骨关节脱臼 或半脱位 患者是否觉得肩部不稳定 或做动作时肩部会有要掉出来的感觉 患者是否觉得活动时手臂像死掉了一样的软瘫 这表示患者因为疼痛 或使用手臂时 主光闪感觉不太对 使得手臂无法发挥功能 肩部不稳定的患者 可能在临床检查的结果为正常 特别是肌肉尚未疲劳时 许多过度使用的伤害 则容易立即显现出患者重复动作之后 这可能表示整体性或解剖构造上的不稳定 也就是肩膀有习惯性脱臼 半脱位或些微的移位性不稳定情形 肩部不稳定的程度 整体性与解剖上的不稳定 TUBS形式 以及外伤造成的单方向 肩关节前向不稳定 有邦卡的伤害存在 手术效果加 变化到些微的移位型不稳定 以及非外伤性多方向 双侧关节不稳 附件效果差 需要做下关节囊 移位手术 四 是否有任何动作或姿势 会引起患者的疼痛或症状 若有是哪些 检查者要记住颈椎动作 也可能引起肩部疼痛 有习惯性肩脱臼的人 也发现肩部任何动作 尤其是外转 特别困难 因为此动作是造成 肩部前向脱臼的动作 习惯性脱臼者 有时候在极度内转时 也会感到痛 是因为肱骨头紧压住了 关节于前侧 过度的肩外展及外转 都可能导致 手臂软瘫症后群 因患者会感到肩部 突然出现软瘫式疼痛 以及无力的现象 此发现常表示 肩关节力学改变 通常是因为紧缩的 后关节囊 关节运动学的改变 以及肩胛骨动作不良 此状况在投掷者中 被称为SICK肩胛骨 一致肩胛骨位置错误 肩胛内缘之下脚突起 会突疼痛 以及肩胛骨动作不良 如果患者在做投掷动作中 会痛 例如在挥避后期及加速期 即使症状不明显 都应该考虑是否有肩前向 不稳定的现象 一般而言 不稳定及次发性甲脊 会同时发生 次发性甲脊表示 虽然呈现甲脊真相 但主要的问题 由别处而起 通常是肩胛骨 或肛骨的稳定肌肉 肩关节的稳定性 仰赖动态稳定者肌肉 与静态稳定者 如关节囊 肩于唇 一肩疼痛 及休息时疼痛 常与旋转肌绣撕裂有关 偶尔也与肿瘤相关 与活动相关的疼痛 则通常意味着 肩胶炎 关节炎造成的疼痛 至少在一开始时 发生于动作末端 肩锋锁骨疼痛 是在肩外展 大于90度时 感觉最明显 而且疼痛 是局限在肩锋锁骨关节 同样的 胸锁关节疼痛 局限在胸锁关节 并随着水平内收 而加剧 五 患者疼痛的程度 及疼痛行为为何 例如 颈部 肩部有深层的 困扰人的 及牙痛般的疼痛 可能是有胸口出口症候群 或急性 臂神经从病变 旋转肌拉伤 通常会引起 顿痛 与牙痛般的疼痛 现在夜晚会更痛 而急性钙化性肌腱炎 通常会引起 灼痛 烧伤般的疼痛 外伤 或洗脚肌的 突然收缩造成的 第一或第二根肋骨扭伤 会类似 急性夹挤 或旋转肌伤害 六 有无任何活动 会引起增加疼痛 例如 肱儿头肌 肩翘炎 或肌腱退化 常见于滑雪者身上 此乃由于 手持滑雪杖所引起 在越野滑雪运动中 则是因为手臂 需要用力使用雪杖 向前推进 所造成的 剑翘炎指的是 基建的剑翘组织发炎 剑翘组织包覆基建的外层 无论是否有华野魔附着 基建退化 则是基建本身发生退化 在慢性的过度使用中 基建退化 较剑翘炎更好发 杰出的游泳选手 每日训练可超过 一万五千公尺 因而可能使得肩部构造 承受压力过大 因重复进微小伤害的累积 丢置或拿取的动作 会不会改变疼痛 如果会 是在什么姿势下 会引起疼痛或不舒服 这些问题 有助于判断 是哪些构造受了伤 七 是否有任何姿势 会缓解疼痛 有神经根疼痛的患者 会发现手举过头 可以减缓症状 但若有肩部不稳定 或肩部组织发炎的患者 当将手举过头时 通常会加剧肩部的问题 八 患者无法做出 哪些功能性动作 患者可以说话或吞咽吗 患者的声音嘶哑吗 若有这些症候 再加上肿胀 则显示 胸骨锁骨关节有伤害 或是有肩关节 后向脱臼情形 导致气管受压 九 此问题控扰患者多久了 例如不明原因的冰毒间 历经了三个时期 情况逐步变差 情况稳定的高原期 再到逐步改善期 每个时期则维持三到五个月 十 是否有任何肌肉痙磷 变形 瘀血 萎缩 感觉异常或麻木等情形 这些现象有助于检查者判断情况的轻重缓急 以及可能受伤的结构 十一 患者是否抱怨在活动之后 有肢体无力或沉重等感觉 肢体是否容易疲劳 这些都是表示血管的问题 是否有任何静脉问题的症状 例如肿或僵硬 这种情形 有无延伸至手指 是否有任何 动脉问题的症状 例如上肢冰冷或泛白 这些症状可能是由于动脉 静脉 或两者受到压迫 所造成的结果 举例来说 胸阔诸口症候群 就是当血管或神经组织 由颈部向下 延伸至上肢时 在下列三处发生压迫的现象 脚脚肌三角 肋骨锁骨间隔区 胸小肌 即会突之下缘 肩部若有过多重复性动作 例如投掷 可能导致胸阔诸口症候群 液动脉阻塞 出力性栓塞 或在四边区域内产生压力 此处所指的四边区 是指由下列边界所形成的 胸骨内缘与其外界 胸三头肌长头的外缘与其内界 小圆肌为其下界 大圆肌为其上界 12.是否有任何神经受伤的现象 简单者应该评估 相关神经与这些神经支配的肌肉 以判断是否有任何损伤 任何无力 麻木或感觉异常的病史 都可能表示神经受伤 例如肩胛向神经 已经通过在横肩胛韧带下方的上肩胛切剂 而受到伤害 这会导致港上肌及港下肌萎缩及瘫痪 检查者因此系听取患者病史 因为这些症状与港上肌肌肩三度拉伤 断裂时相似 另一个有着潜在受伤危险的神经 为鱼工脱臼后所造成的夜神经 回旋之伤害 或肌皮神经伤害 随着月神经受伤 三脚肌及小元肌会萎缩 无力或瘫痪 饶神经有时会因为 其蜿蜒环绕于肱骨干后侧 而有受伤的可能 此伤害照常发生于肱骨干骨折时 若神经在这个部位受损 肘部 腕部及手指伸肌都受影响 其着神经感觉支配的区域也会改变 肩部相同的周边神经损伤 神经病变 肩胛上神经 无力肌肉 港上肌 港下肌 手臂外转 感觉改变 肩胛上方由锁骨到肩胛肌 受伤机制 肩胛上切记压迫 肩胛向前突拉折 倒加上水平内收 港于切记压迫 直接撞击 空间挤压损伤 如囊肿 夜神经 回旋之后锁 C5-C6 无力肌肉 三脚肌 小圆肌 手臂外转 感觉改变 三脚肌区域 肩膀前方疼痛 受伤机制 于肱关前向前脱臼 或肱骨外科颈骨折 强迫的外转动作 针对不稳定进行的手术 饶神经 C5-8 体 无力肌肉 弓三头肌 腕伸肌 指申肌 肩膀 腕部 及手部伸展 感觉改变 手背 受影响的反射 弓三头肌 受伤机制 弓骨干骨折 压力 如使用拐杖 造成的麻痹 胸肠神经 C5-6 C7 无力肌肉 前聚肌 肩胛骨控制 受伤机制 直接撞击 前拉 内胸臂的压力 背包伤害 在肩膀高度上 用力过大 重复性使用 肌皮神经 C5-C7 无力肌肉 会攻击 弓二头肌 弓肌 肘曲曲 感觉改变 前臂外侧 受影响的肌肉 弓二头肌 受伤机制 夹破 肌肉肥后 直接撞击 骨折 锁骨及拱骨 脱臼 向前 手术 几副神经 第十一对脑神经 C3-C4 无力肌肉 斜方肌 感觉改变 背神经从症状 可能与肩膀下垂有关 肩膀疼痛 受伤机制 直接撞击 前拉 肩部下压 且颈部转向对侧 肩甲下神经 后锁C5-C8 无力肌肉 肩甲下肌 大圆肌 内转 受伤机制 直接撞击 前拉 肩甲背神经 C6 无力肌肉 肩甲提肌 大菱形肌 小菱形肌 肩甲后缩 及上台动作 受伤机制 直接撞击 压迫 胸外神经 C56 无力肌肉 胸大肌 胸小肌 受伤机制 直接撞击 胸背神经 C6-C7-C8 无力肌肉 背阔肌 受伤机制 直接撞击 压迫 锁骨上神经 感觉改变 轻微锁骨疼痛 肩膀前侧 感觉丧失 受伤机制 压迫 13 哪只手 是惯用手 通常惯用手的肩膀 会比非惯用手的肩膀低 且两侧活动度 可能会有些微的差异 通常 惯用手 肩膀肌肉 比较发达 但活动度较小 幻子 别急